你處理議事還要去糟糕 但是明顯的有立委在現場 直接提要散會動議 而散會動議在所有的議事程序裡面 要被優先處理 你為什麼不處理 要延會到晚上12點 而且你們藍白之間還共同決議 不再處理所謂的散會動議 我要講的是這樣子 現場人多的時候 你就繼續開會 現場人少的時候 你就不處理散會動議 這個就是佛民黨強制的要所謂通過 你到底在急什麼 問一下為什麼這麼急 一定要到這半月12點 讓你要到所謂的飯店裡面 還要再造通 為什麼不能明天再處理 下一次會議再處理 好 讓郁振委員講一下 來 郁振委員 我覺得這個人不在現場 所以說的也是不夠偏頗 不知道是誰 我跟妳說 張藝善 張藝善 好 我跟妳說 妳辛苦了 散會動議要先處理 你聽我講嗎 讓委員講一下 你們怎麼跟民進黨委員一樣 都不聽人家講話 好 那委員講一下 來 委員請說 好 來 我們休息以後 休息以後要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的人數是比較多的 誰告訴我們 我們在財委會 加上黃珊珊 我們國民黨是有七位 民進黨也有七位 黃珊珊也在現場 總共我們這邊 籃家白是八位 八比七 我們是人數比他們多的 我怎麼處理 怎麼動議 我都會贏 你知道嗎 陳宇貞 宇貞你好 官大 大家好 我第一個問題想問的是 昨天吵到一半 你跑去吃飯是不是 不是這樣子 跑去洗來燈被人家看到 還被人家拍到照片 這個是參加應酬 是很正當的 我來講一下昨天的過程 我們昨天從早上9點開始開會 開到不斷店的中間 當然中午也休息吃晚餐 晚上也休息吃晚餐 但是這中間我們讓 大概70位的委員唱出 你有一段時間去跑湯 去洗來燈跑湯是嗎 是的 然後但是呢 這個是也給官員休息的時間 因為所有的人都不斷店的 一直開一直開 中午也休息 晚上也休息 要讓大家吃飯嘛 然後呢 我們已經讓70位委員發言 我已經在那邊主持了 昨天在主持了 從早上9點到晚上10點 扣掉中午 中午晚上吃飯的時間 主持了可能有10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中間也不能讓 官員不能休息 他們要上上洗手間吃飯 你去洗來燈到底 去應酬 沒關係 到底去了多久 去了多久 我們大概6點 5 6點宣佈休息去吃飯 然後我先回辦 我先回辦公室開會 我們有一些會議要開 大概是 我可能是7點多去的 我7點多回律苑 我去過去跟人家打個招呼 我跟他們說 我們現在在開會 7點多回律苑 對啊 然後我說我這個因為 募集到寫兒端吃飯 那沒有 公開行程有什麼關係 只是脫拍的人不應該 但是我這是公開的應酬性 人家早就排好行程 但是我跟他們說 我去打個招呼 在場的我所有朋友 都知道說我在開會 我說那不好意思 我基本上就吃了幾口 我說不要再吃 因為我們還在開會 好來 昨天的才華法 確實吵得非常厲害 摔麥克風 電梯等等 來 明玉問題要問 我要譴責民進黨這種暴力行為 等我們再來譴責 我們先問你問題 好來 邱明玉 委員好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昨天你們就想要審嗎 那到底是哪一個版本 包括就是說 這個中央的版本 這邊也都還沒有出來的 的情況之下 那你們到底是要 現在民進黨在抗議 是說你們要審哪一個版本 都沒有說清楚 而且很多的版本 都沒有說明氣象 包括說台北市 為什麼獨讀台北市 就可以獨享 總額3%的計算 先讓委員回應一下 來 你們到底在審哪一個版本 老百姓都搞不清楚 不清楚 老百姓不清楚很正常 但是我們每個人手上 都有22個版本的條文對照表 一般名嘴老百姓不清楚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這個立法委員當然 譬如都在你的手上 這個版本已經討論了 沒有 昨天連民進黨 他們說要審哪個版本 他們都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個版本 包括就是說中央的版本 這邊也都還沒有出來的情況之下 那你們到底知道 現在民進黨在抗議 是說你們要審哪一個版本 都沒有說清楚 而且很多的版本 都沒有說明氣象 包括說台北市 為什麼獨讀台北市 就可以獨享 總額3%的計算 先讓委員回應一下 來 你們到底在審哪一個版本 老百姓都搞不清楚 不清楚 老百姓不清楚很正常 但是我們每個人手上 都有22個版本的條文對照表 一般名嘴 老百姓不清楚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這個立法委員當然 譬如都在你的手上 這個版本已經討論了 沒有 昨天連民進黨 他們說要審哪個版本 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不認真 不認真怎麼會知道版本 都在手上 每個人桌上 都有發一本版本 有22個版本 審22個版本 逐條審議 不認真看版本說不知道審哪個版本 自己要檢討好 對不對 22個版本 我們昨天就是逐條審議 對照版本 然後第二個他說 那個剛剛好像還有另外一個 台北市為什麼可以獨享 總額3%的預算 那包括今天 包括高雄市 包括台南 然後通常都叫出來 說不說話 一樣一樣講 來 好 來 對不起 這些都是 不管是黨團 或是委員提出的 來 你先聽我講好嗎 這個版本 我的版本就沒有台北市獨享3% 有一個版本有 有的版本就是 新竹市的版本 有的版本就是 各個委員提出版本 如果台南市或是高雄市 高雄市以後委員提出來 賴瑞翁提出版本 如果 各個先知決略這個 這個 可以提出對他們自己有利的版本 我們就是全部都要一起審 現在又是定案好嗎 然後財政部提出版本 是財政部 是行政院的代舵 好不好 我們已經三個月前 就請他們提版本 6月份就決議他們9月份 他們不提出來 他們行政代舵 怪怪我們 不是哪個版本是定案 因為還要討論 對不對 所以如果高雄市 我要講高雄市跟台南市 如果覺得不公平 請他們的立委提出版本 你們自己立委代舵 不提出版本 沒有 高雄有立委提版本 那個賴瑞翁 他們不提版本 然後就說別人版本怎麼樣 請他們的立委提出版本 立法委員要認真一點 桌上有對照表 請要看 不要只是在那邊搶東西 我有一個這個問題 因為昨天晚上的這個衝突 一直延燒到12點 那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因為 玉珍委員你是主席 所以你宣布了休息 但你從6點開始 你並沒有告訴大家 休息到幾點 你就跑去吃飯 所以導致所有人要在那邊停 停到12點 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如果 因為我自己在議會 我自己在議會 來 玉珍委員講一下 你有沒有說休息到什麼時候 真的是非常惡劣 來 讓玉珍委回答一下 我聽到這個是哪一位 這個是簡書培委議員是嗎 是 你到底有沒有注意 在看發生什麼事情 來來來 因為這是媒體報導的 因為這是媒體報導的 那媒體報導就是錯誤的 我們沒有從6點休息到12點 誰跟你6點休息到12點 我們從下午大概來我本來的過程 不是 玉珍委員你還是沒有聽到 沒關係 來了 我唱個話 我唱個話 玉珍委員 你當時決定要休息的時候 有沒有跟大家說 現在開始休息到12點 來 玉珍我講 我可以講嗎 可以 來 好 我們中午有休息 然後下午 因為我要休息之前 我已經確認說 我還問了說 後來我還 我說大家還沒有再發言 這是第四輪 那要不要再登機第五輪 都沒有人要發言了你知道嗎 我讓大家暢所欲言 到沒有人要發言為止 你知道嗎 好 然後到第五輪 對不對 第五輪都沒人發言 我說那這樣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是到 那時候本來是到5點 本來疫情到5點半 那時候5點多的時候 我們就說 因為大家都說要暢所欲言 要廣泛 要多討論 廣泛 我說好 我們今天就可以開到晚 我早就說開到晚上12點 大家要講多晚都可以 反正就講到晚上12點 那個是很早很早很早就宣布了 大家都知道 因為有人說一分鐘不夠 後來我們就三分鐘 不夠 第一輪不夠 第二輪 第二輪不夠 第三輪 第三輪不夠 第四輪 還不要第五輪 沒有人要發言第五輪 你們知道嗎 那我們已經發言了一整天了 都還沒有進入條文的討論 他們到這邊 反正想講什麼 我讓大家暢所欲言 好 到了大概晚上的時候 因為已經都沒有休息 我說那是讓大家去吃個晚餐 吃個晚餐後回來 那我也不要說多久 我就說那大家休息夠了再回來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們的官員就都去休息 然後我們說如果學回來 我們再叫他們回來 不用太累 因為下去 對於你身為主席 聽我講完好嗎 休會 但不宣布何時開會 我又沒有休會 我覺得真的非常危險講完 你們怎麼不讓我講完呢 我跟蔡玉有說 那今天把這些 如果念完的時候 我們就休息 我們禮拜三繼續討論 然後他邀請誰誰 我都全部說好 你在什麼地方縣市 什麼財政處長 然後還有各部會的次長 全部都要邀請 我說好 你們都要邀請 希望明天來 你們不要再吵了 全部都邀請過來 好 然後我們就說休息 那回來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就是 其實只有 剩兩個修正動議練練 就要休息了 就是要休息 禮拜三繼續開了 沒有想到 民進黨無法為什麼 還沒有開始 吳秉立就開始發瘋 什麼扯麥克風 然後推什麼 後來我們說 那我們練修正動議 把修正動議動完 禮拜三開始 一條豬條討論 我們開始練 民進黨就開始發瘋了 因為他們認為說 我們開始討論 他們就不想讓 那個 不想讓這個 法條進入討論 我知道民進黨的意思 因為我其實也理解過 我也做過少數黨 民黨在那裡 人就是比我們少 他們只能用鬧的方式 讓議場 議事不能進行 來 我們讓 這個議事公安我可以理解 我不是不能理解 好 來 玉政 我們讓現場 還有其他來賓有問題 來 我們讓其他來賓問 來 一下 玉政委員辛苦了 你處理議事 還要去遭通 但是明顯的有立委在現場 直接提要散會動議 而散會動議 在所有的議事程序裡面 要被優先處理 你為什麼不處理 要延會到晚上12點 而且你們藍白之間 還共同決議 不再處理所謂的散會動議 我要講的是這樣子 現場人多的時候 你就繼續開會 現場人少的時候 你就不處理散會動議 這個就是佛民黨 強制的要所謂通過 你到底在急什麼 問一下為什麼這麼急 一定要好熱到半月12點 讓你要到所謂的飯店裡面 還要再造通 為什麼不能明天再處理 下一次會議在處理 好 讓玉政委員講一下 來 玉政委員 我覺得這個人不在現場 所以說的也是不夠偏頗 不知道是誰 我跟妳說 張藝善 張藝善 好 我跟妳說 妳辛苦了 上會動議要先處理 妳聽我講嗎 那委員講一下 讓委員講一下 你們怎麼跟民進黨委員一樣 都不聽人家講話 讓委員講一下 來 委員請說 好 來 我們休息後 休息後要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的人數是比較多的 誰告訴我們 我們在財委會 加上黃珊珊 我們國民黨是有七位 民進黨也有七位 黃珊珊也在現場 總共我們這邊 藍家白是八位 八比七 我們是人數比他們多的 我怎麼處理 什麼東西我都會贏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我們本來就已經 而且我們休息後還沒開始 他們就開始亂了 大家看到吳秉瑞 把麥克風的那一段 並還沒有開始開會 你知道嗎 我只在跟他們討論說 那我們下去怎麼怎麼做 我們等一個官員處長還沒有回來 農委會誰還沒有回來 我們問看官員都回來沒 讓大家都做好 他就還沒有開始做好 他就開始把麥克風發瘋了 你知道嗎 你們怎麼 你們根本沒有坐在現場 看到全英跟後果 那剛剛一向跟我們說 有沒有人提議散會 對一聽 有沒有人提議散會 你對一聽 對不起 我喊休息以後 他們就說要上會 我已經喊了休息了 你們自己去看調錄影帶 我喊了休息 他們說我們要提 我們要上會 然後在那紙張我已經找到 我剛好已經走到下面去了 所以你們要處理上會動議 你只是喊休息 休息之後怎麼處理上會動議 民進黨最後會玩這一招 人家休息之後 本來就不應該再提其他動議 他就說那我要提上會動議 你這樣委員休息前提 我已經休息了 他提什麼上會 我搞不清楚 猜話法呢 我們說休息了 因為我們說休息一下 大家冷靜一下 因為吳秉蓮發瘋了 我說他習慣莫名其妙 我說好有個開會 不然他們要發瘋 不知道要幹嘛